民生問題 韓兵 現在你知道 什麼都在漲 什麼都在缺 現在大宗物資裡面什麼漲了 棉花 棉花漲 還有咖啡豆也在漲 我們兩個都很愛喝咖啡 現在真的很怕咖啡會越來越貴 生產大國巴西天氣不好 哥倫比亞農戶就乾脆不出貨 奇怪 這什麼意思 要等價錢更好 全球咖啡豆價格飆漲55%了 然後棉花價格 10月8號也飆升到10年的高點 上週上漲大約6% 今年來已經漲了快五成了 哇我的天啊 那衣服是不是也要變貴了呢 你知道我也很喜歡買衣服啊 然後美國的成衣產業原料 幾乎又來自進口 哇 中國就佔了36.6% 是第二名越南的兩倍 那接下來呢 長長長 什麼都要漲 韓兵 怎麼看 所以美國自己國內正因為通膨 還有物資短缺 已經有很多不滿的情緒發生 那你現在是整個國際 都開始出現這樣的狀況 巴西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因為氣候惡劣嘛 氣候惡劣它一下 這個減產了10% 那減產10%之後 哥倫比亞人就覺得說 你減產10% 那市場價格一定會升高啊 所以他們本來是有簽約的 本來是有簽約 因為去年的簽好約 這種都是年度簽約嘛 他簽約簽好約說 我要以這個價錢賣給你 就哥倫比亞的農民聯合起來說 今年不能夠再用去年那個價錢談 我們這個你價錢不給我拉高的話 那我們毀約 這些農民好聰明 對啊其實我覺得有點惡劣 其實有點惡劣 你已經跟人家講好了 而且大家配合這麼多年了 但是我也必須說啦 其實這些農民 如果是真的是基層農民 我是希望他們這樣為什麼 因為平常他們是被剝削 但是我現在擔心的是 其實不是這些農民要投價 是中間商在投價 因為我們台灣自己 就常發生這種事情 到最後農民都沒有獲得任何利益 是中間商獲得利益 所以如果是這些中間商 在兇台的話就很糟糕了 像菜蟲 我們說要抓菜蟲 我老實講 你叫南美洲 這些國家去抓菜蟲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不可能 他們連自己 政府一般的資安都搞不太定 人家去抓出這種經濟犯罪 這個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看這個價錢大概是 至少要混亂一段時間 不是咖啡然後棉花 那棉花這個更糟糕 因為聖誕節馬上就要來了 對啊 聖誕節 美國聖誕節 因為美國是一個輸入大國 他這些東西 向來都是跟外面買 零售的旺季 所以他過去 其實他過去這兩年 已經因為他中美貿易 在南萬一 他很多東西的價格 已經暴漲很多了 他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那你去制裁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又占36.6 三分之一以上 全部都從來這邊來 那你家不長很困難 當然中國大陸也有受苦 因為過去中國大陸很多 包括江浙這一代 很多專門做這些 椰誕禮品的這些廠商 他也受到了一些損失 可是對美國人來講 他們也受到更大的損失 因為他買的東西變貴很多 那他的廠商也難賣出去 然後美國人現在 自己本身又受經濟所苦 所以我覺得 如果拜登不趕快 想辦法把這事情搞定 椰誕節對美國人 這麼重要的日子 相當我們過年嘛 如果我們過年的時候 大家面臨到的狀況 是大家都很慘 什麼東西都買不到 想吃什麼也吃不到 想穿個衣服換個衣服 你都要花很貴的錢去買 在東方這些國家就會暴動 那你覺得美國人不會嗎 如果你讓他沒有辦法 過一個安樂的耶誕節 你覺得這個美國總統 會出什麼狀況 所以我覺得拜登的腳步要加快 要趕快把這個事情問題解決 好還有燃眉之急啊 別忘了你看 大陸最大的產媒省山西 可是偏偏正逢大淹水 所以也擔心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產出 那麼這個雨嚇到了多大 說相當98.6個西湖 被倒進太原耶 可是山西的副省長卻強調 不講條件不折不扣 要完成好煤電保工任務 哇你看就是一個硬道理喔 那麼但是呢 剛剛賴老師又講到了 現在呢可以浮動的價格 今天宣布的上下20% 對發改委已經講了嘛 上下浮動原則上不超過20% 所以燃煤發電價格 已經可以開始有波動啦 那麼但是你看 這個煤炭價格還在漲 期貨價一度還上漲了11.6% 你看所以這個漲勢 如果不改的話 當然壓力仍然還是存在的 可是此外呢 我們卻看到現在呢 大陸現在我們知道要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之外呢 其實大企業要趕快來出手幫忙 騰訊阿里等大企業 捐款一共達4億喔 捐到哪裡 捐給山西啊 山西有這麼多的災民 這個災區現在需要援助 那當然也就是符合所謂的共同富裕 但是另外一頭呢 卻看到了 Wall Street Journal有報導 習近平著手在審查 中國金融機構與民企之間的關係了 那麼大大的要擴大 在經濟領域遏制資本力量的行動 介大使你怎麼觀察 其實這一波全球的這個 各種物價的上漲 這始作俑者元凶 就是美元 就是美國政府濫發美金 所以造成現在美國通膨 事實上已經在發生了 那美國這個通膨一發生以後 它會有骨牌性效益 為什麼 因為美元是現在國際上流通性 最強的一個貨幣 然後呢很多國家基本上做貿易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用美元作為交易的媒介 所以它需求量很大 需求量很大 基本上呢再加上很多國家的外匯存體 美元都佔為主要的部分 所以大家都持有很多美元資產 不管是你要做來流動交易 還是要你做儲值用的 那這些美元事實上基本上 它就要怎麼樣 它就不斷的在貶值 你不要講美國不要講別的 美國加州的油價現在已經6塊錢 6塊錢一加輪了 美國的平均房地產價格 也一直在往上飆 沒錯 這些價格往上飆就表示 這個貨幣不都在貶值 那很多國家手上都拿了這些美金 那它不把它自己的所有的這些 實有的實質的財產 把它價格提升的話 它不就做等了美元的貶值嗎 所以在這個時候 其實各國都在自保 都在自保 那這是一個整體的 一個系統性的連動 那另外一方面呢 美國又是始作俑者 美國又是元凶 為什麼 因為它因為要遏止 中國大陸的崛起 它打亂了 用人為的手段 打亂了世界的供應鏈 貨品的供應鏈 原來是一個由市場 自然形成的一個供應鏈 美國用人為的方式製造 所以美國製造了很多人為的 物質的稀缺 它在其他國家做不少 只是美國自己本身受害很重 美國現在很多物品漲價 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加中國大陸的貨品 從本來平均3.1的這個關稅 變成19.3 這不是自己在 自己在害自己 害到別人嗎 是 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國大陸 現在不管怎麼樣 所有的這些外銷 其實要比較 珍惜物資 你現在拿給美國人去用的 美國人換來的美金 不要可能可預見的未來 它的幣值就一直降 你就是在怎麼樣 就是在跟美國的這個 這個目前面臨的災難 你被它拖累下去 所以事實上大陸上很多東西 很多尤其外銷產品 這個時候不但不能有任何 國家補貼 因為你補貼 你就在補貼美國的消費者 是 這個東西一定要做 另外一個要適度反映 通貨膨脹反映的國際價格的 這個提升 那這個到就是在個人的 私人企業階段是比較困難的 這個要由政府來做 所以我覺得大陸 大陸雖然說這個煤 可是不要忘記全世界煤 儲藏量最大在中國 中國大陸不但山西採煤 內蒙古的煤是露天開採 東北我們知道的煤也是露天開採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一個大家預期 美國又要用它的貨幣 來刮大全世界的韭菜的時候 各個國家都要提高警覺 拿出對策 但是其他我們看到像 不要說是美國自商 其實歐洲也受衝擊 能源缺乏價格大漲 也衝擊到了德國的產業 尤其是他們的經濟面 你知道他們也是生產大國 四個工作當中有一個就是要靠出口 從電腦晶片 甲板 塑膠 孤理 涅石墨等原物料全都缺 那這些平面都是做電動車電池 一個主要的材料 當然他們影響的層面 也不只是電動車電池而已 重工業的國家都有受到影響 再者你看英國 歐洲天然氣不是一些短缺嗎 電費漲 油價漲 然後英國鋼鐵協會 現在也在喊說要想辦法 政府來救救他們了 幫助業者穩定物價 而英國勢必也要設法 幫助這些產業 度過大宗物資高漲的難關 不過剛剛除了你講到 這個煤現在印度也已經體認到 他們的確也在缺煤 首都可能還會造成大停電 所以連印度他們都已經有說 13座燃煤的電廠 現在暫時把它關閉 要不然的話煤會不夠用 而且印度也警告各州 不要在交易所高價來出售電力 當然更不用講剛剛其實 介大使已經講到了 國際油價也是持續在大漲 種種的壓力真的都很大 那賴老師 那你看其實現在這些國家 從歐洲到亞洲 然後從生產面 從製造面 從整個經濟的層面 消費面 通通都是受到波及 這個問題恐怕真的很難解啊 連馬克宏都說 可能要重新來宣布建設 迷你反應爐了 核電還是很重要的啊 重新思考 能源的危機會不會再度的來 就像1970年代那樣再度的 像海嘯一樣衝擊過來 那當然有一些這個 比較緊張的 比較謹慎的 都認為說這個能源緊缺的 完美風暴已經吹起來了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有點點 過度在炒作的嫌疑 我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他們的完美風暴的時候 當初的論點是從中國缺煤 這個部分裡面開始來引爆的 他們認為中國大陸缺煤 所以能源開始進度緊繃 然後開始這個原油開始高漲 然後他們就開始提出一堆論點 說這個完美的能源風暴 已經形成了 所以整個全世界的經濟 將要受到很大的衝擊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再來看看 因為這是上上禮拜發生的事情 我們再看看一個多禮拜以後 大陸的能源突然間解決了 我們也注意到像李克強在今天 跟外盟就是蒙古的總理 直接視訊對話 然後就談到 因為外盟你剛剛講 內盟也是產煤大區 然後外盟就是蒙古國 也是產煤大國 他們本身已經建立了一個 公煤的整個管道 通關要加速 對這樣的一個情形 換言之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應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出手如此之快 國內的這個產煤的生產 他們說不能夠一刀切 換言之也就是說 你不能夠全面都停 這個煤礦是有一個階段在完成的 所以是要按部就班來走 好 而且賴老師 你知道像除了煤啊 你說大陸現在解決 那棉花長是不是他們有新疆棉 同樣也是有優勢 對大陸來講 棉花當然有優勢 因為你不要我們自己本身 根本用不完 因為本來大陸的棉花就用不夠 它還要從國外進口進來 那你今天 而且本來新疆棉就是品質非常好的棉 因為那地方空氣實在太好了 天候又好 非常適合棉花 所以你們不要新疆棉 大家要新疆棉 現在美國苦了 美國現在那個新疆棉 那個棉怎麼辦 而且當初 在抵制嗎 沒有當初抵制的 現在怎麼辦 要不要出手買 對啊 這是很困難 這是此一時彼一時 對 可是我覺得法國最有趣 法國又基本定調了 還是以核能為主要的能源國 是 好 來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現在歐洲國家形勢不同了 有變 這個人渴望接任捷克總理 叫費亞拉 還曾經規劃訪問台灣 不過韓兵 捷克總統奇曼 竟然因病緊急送醫 還住進加護病房 現在所以要組建新政府 這個談判是不是有增添變數呢 本來還在想說 接下來他們可能會更加的輕忠 難道真是有變數嗎 那這個捷克的部分你先談 捷克這個東西 其實現在態度還不是很明朗 老實講 因為突然之間 本來一切快要好 結果齊曼突然之間送醫了 然後送醫之後 因為他現在在加護病房裡頭 你當然他暫時就沒有辦法試試 那沒有辦法試試的話 你整個新政府的 到底要怎麼樣的組成 可能他目前要重新再談 但是費亞拉如果接任捷克總理的話 理論上來講對台灣不是壞事 也就是說 因為他態度上表面上 至少是比較親中的 對 親台的 那在親台的情況下 對我們當然不是壞事 可是問題是 捷克到底能夠發揮多大的影響力 然後他又能夠做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因為我們跟捷克之間 不管是經濟上 或者其他相關的這些往來 過去並沒有非常的強烈 連結並沒有這麼深 那捷克有沒有辦法幫我們去撼動 歐盟的其他這些國家 感覺上也不是很容易 雖然說這一波因為疫苗的關係 好像波蘭 斯洛伐克 捷克 這些國家好像跟台灣都不錯 可是到底能夠引起多大的 這樣的反響 其實我覺得有待觀察 特別是他們自己本身 其實跟歐盟之間有很多 各種各樣的問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但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如果沒有辦法先解決的話 你說他要直接影響到國際 我覺得有點困擾 好 不過接下來要講到歐洲的局勢 我們來看這個最新的變化 先來讓大家看一個字 P開頭 這個要怎麼唸呢 Poll Exit Poll Exit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前面就是波蘭啦 後面就是 Exit 就是出局嘛 這個就是什麼 脫歐 波蘭脫歐的意思 波蘭要脫歐嗎 英國脫歐之後難道 波蘭是下一個要脫歐的嗎 來請願一下賴老師 波蘭裁定本國法先於歐盟法 引起了反彈 有上萬人走上了街頭示威抗議啊 結果呢 波蘭最高法院發布指標性裁定 是否決歐盟法優先性 然後大家去示威 這場示威 目前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發起 那麼圖斯克他曾警告 波蘭脫歐的可能性 但是呢 波蘭的態度過去我們看是親中 外長還曾經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呢 好我要先問的主要是在於說 到底波蘭的政府是要怎麼樣 是真的要脫歐嗎 但是上萬人上街頭去抗議 是顯然是說不願意嗎 可是幹嘛要脫歐呢 看到英國脫歐的例子還不夠嗎 那為什麼波蘭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呢 歐盟很脆弱 其實有些國家都有想要離家出走 這樣的一個念頭 因為他們國家內部裡面 有很多是疑歐派 也就是認為加入歐盟 對他們國家並不利 那波蘭這個國家比較特殊 是因為波蘭是一個 更加的天主教的國家 尤其是老一代的人 更加的信仰天主教 天主教是絕對禁止墮胎 然後絕對禁止同婚 但是歐盟他本身在人權這個部分 他主張性別一定要平等 而且主張同性婚姻是基本的人權 因此如果你是歐盟的會員國 你就必須要遵守歐盟 所當初定出來的這些 基本的人權價值 那也就是禁止死刑 然後同婚 不能夠這個反對墮胎等等 可是你想想看這一些 有一些是跟天主教的信仰是直接對抗的 對 但是其他的很多天主教國家卻接受 那也就是說你信仰的比較強大的力量的 這些國家它是抵抗的比較嚴重 那信仰比較鬆散的比較寬鬆的 他就比較不會抵抗 而事實上像法國也是天主教的國家 但是法國你說 例如說像有一年 巴黎大學有個老師一個老教授 他就到聖母院去制裁了 那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反對同婚 然後法國政府是遵守這個歐盟的同婚 所以他們的法律也要通過 這樣的情形下他無法忍耐 他的國家會是這樣 所以他就結束他的生命等等 那還是有個別的現象 但是整個法國他們是主張就是要同婚的 現在的情況是波蘭是反對 而且強烈反對 強烈反對的情形下 他認為歐盟的決議對他來講無效 因為我的國內法優於歐盟法 那這個對歐盟的權威就是一個挑戰了 歐盟就是說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那要請你出去 那對於波蘭來講 那他就有可能考慮要出去 可是波蘭內部裡面的比較年輕的人 他們主張留在歐洲人 他們就站出來反對了嘛 因為他們不想離開歐洲 所以你看又形成了想離開歐洲 跟不想離開歐洲 或者是波蘭的政府 目前來講是在跟歐洲在對抗 因為他一直堅持 他的這個絕對不同意 因為目前來講 事實上這個波蘭的政府 還是有一群年紀比較大的他們的支持 因為他們認為 這個部分裡面 天主教的教義是如此 你必須要嚴格遵守天主教的教義 所以我覺得 波蘭跟歐盟還有得角力 還有得炒了 但是還是要遵守歐盟的人權價值 我覺得我非常同意賴教授講 基本上就是價值衝突 今天不只是波蘭 中東歐過去在共產體制的國家 跟西歐這種自由主義 完全走在很前面 只有價值衝突 另外一個波蘭現在從一個 接受歐盟援助的國家 已經變成他要拿錢出來援助其他國家了 這個對波蘭也是一個心理上的一個障礙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波蘭 將來中東你會看到 還有一些其他國家 可能會走這個波蘭的路